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讲CFT网站加速 现在假如你有一个网站3w.example.com 服务器选择在南美洲 那中国用户的访问请求 首先要经过光缆到达北美 然后掉头再到南美 请求到的数据包原路返回 这一趟大约是4万公里 约等于绕地球一圈 当然也有可能走欧洲 那这个距离差不多也是4万公里左右 事实上网络的线路大约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的用户先到北美再到南美 就说线路良好的情况下 一次握手大约需要300毫秒 再加上服务器压力状态 甚至是沿途的天气都会影响网页的打开速度 这个打开的速度绝对影响用户的体验 绝对影响搜索引擎的排名 根据统计 网站加载的时间超过3秒 用户的耐心开始降低 如果超过8秒 跳出率接近100% 正因为如此 救济选购服务器 是建站准备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服务器与用户的距离是影响速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我相信大家也见到过这样的网站 无论你身在何处 打开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他们所使用的技术就是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分布式内容分发网络 这并不难理解 我用一张图来进行解释 假设你的网站已经部署了CDN 那么用户A的请求 首先要发送给本地DNS进行解析 解析之后交给CDN调度系统 调度系统会分配距离A最近的1号节点 从1号节点获取网页内容 这就相当于本区域的一个网络回路 数据少走了4万公里 你说快不快 我们再看用户C的访问 它得到的页面内容 也就是距离较近的2号节点的缓存内容 这里面的1、2、3 位于用户ISP服务商附近的服务器 我们称之为边缘节点 Edge Location 其中最大的缓存区 我们把它叫做边缓缓存 Edge Cache 原站当中的静态资源 一般是先到边缓缓存 然后再到边缓节点 另外边缓节点的网络吞吐能力可以达到几十TB每秒 是我们购买到的VPS的千倍万倍甚至是百万倍 强大的网络吞吐能力加上与用户越来越短的距离 共同成就了非一般的内容呈现速度 这就是CDN的原理 如果你认为我解释的很清楚 请给我点一个关注订阅 如果你完全听不懂我说的是啥 那就点一个赞以后再看 想深入了解CDN的朋友 可以搜索关键词CDN原理 想给自己网站接入CDN的接着往下看 其实一些主流的服务器厂商都有CDN业务 比方说百度阿里和腾讯 他们的价格也都差不多 基本上是两毛钱一个GB 然后阿里云新用户他赠送了半年的免费CDN 但是BAT都要求有备案 没有备案的我推荐大家使用AWS CDN Cloud Font简称CFT CFT有永久免费套餐 每个月是免费一个TB 个人的博客基本上是用不到这些流量 所以说我们可以免费的使用 那截止到今年4月份 CFT在全球有13个边缘缓存 450个边缘节点 在中国有8个完全胜任战长对CDN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网站接入CFT的方法 那首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AWS的账号 注册的方法我以前也讲过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新用户可以点击这一条链接进行注册 老用户的话呢 我们直接登陆到AWS的后台 然后在这里可以直接搜索Cloud Font 那这个就是AWS的CDN CFT 我们点击进入 在CFT的首页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创建分配 对于一个静态站点的需要设置的项目非常少 我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的原域指的是你现有的网站域名 路径可以任选 这些都可以默认 查看器协议策略要根据你自己的网站是否使用了SSL证书进行设置 HTTP方法我们可以选择默认的 下面的部分是设置缓存策略 我们可以使用默认 然后这里是价格级别 使用所有的边缘站点最佳性能 这是最贵的 如果我们只选择北美和欧洲的话 就比较便宜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选择 然后这里的备用域名 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网站设置一个二级域名 在这里点击添加项目 设置你的二级域名就可以了 协议版本我们都可以勾选 建议开启IPv6访问 然后在这里创建分配 创建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字符串.r cloudfont.net这样的一个域名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二级域名 cname到这一个地址 然后在原代码中修改一下资源的引用路径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wordpress我们可以使用插件 插件的名字叫wp-admin-aws-cdn 安装的方法是在后台 我们点击插件 然后点击安装插件 然后在这搜索关键词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安装 这里边要输入我们的主机名称 在这里呢 我们要输入主机名 以及你的ftp用户名和密码 输入好以后 我们再点击继续 在作者的主页 在这直接点击下载 然后上传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点击上传插件 选择文件 我们刚刚下载到的 然后点击立即安装 这个插件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还需要到aws的后台 在这里搜索一下iam 然后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我们点击用户 然后添加用户 任意的输入名称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点击直接附加策略 勾选第一项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确认没问题 我们点击创建用户 然后我们找到刚刚创建的cft 然后我们再到这里的安全凭证里 创建访问密钥 创建的访问密钥 我们要勾选在aws之外运行的应用程序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描述cft 创建访问密钥 这里的访问密钥和秘密访问密钥 我们就把它填写到刚刚我们安装的DNS插件里 然后我们在插件直接启动DNS cft会根据用户的请求 开始缓存你的网站资源 你会发现网站打开速度会越来越快 最后就是使用s3的朋友 可以配合cft 那效果也是刚刚好 而且aws官方是有教程的 那在这儿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 最好是设置流量提醒 避免被倒刷 我测试的这个站日IP大约是1000 然后两天 大约是三天时间走了8个GB的流量 这个离1TB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所以说计费后台暂时还是没有支出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 适用CFT加速你网站的想法 那注册AWS 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这条链接 或者是通过我网站的友情链接 再有问题 可以在我的交流群里进行交流 没有关注的赶紧点一下关注 下期节目可能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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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